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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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一下 感謝我們法黨的主張 這裏裏裏 這藝人 藝人曲 聽到很清晰 大家 大家第五十一階台湾政府 法理行為學員 大家很早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Good morning everybody 大家很早 三國的鼓勵 大家很辛苦 早坐到現在都沒有休息 不簡單 不簡單 要叫我坐這樣 我也很辛苦 剛才有介紹 我選定住宅 就是一九七公里 在紐約區七種岸的基礁 另外的主委就是我的鼓勵 文雄先生 他現在已經回來在台灣 大家都拚到台灣 我是台南人 生態建立的畢業 之後 很早 四十五年前 就去美國 去留學 拿到這個聖書學位 之後就在美國吃頭路 之後因為參與 在美國的這個台灣獨立運動 所以去界階 七三重經國的案件 這個事件之後 我的人生都完全改變了 我的頭路 我的職業 都放棄 然後在美國 拍行之後 還有學行之後 我就回去 去水電 突然 突然中心開始 一個新的生活 我們知道水電是北欧的一個國家 北欧有四個國家 大家知道嗎 水電 北欧 北欧風 所以要變成一個國家的大小 不是問題 所以我們不要去用平衣 這個國家很不簡單 他的社會福利制度做得很好 雖然人口有少 蓋上去那裡賣 他跟台灣剛才最患 台灣是熱天 熱到四十五樓 那些冠天 哇 你怎麼走不走 像我在冰箱在洗碗 是非常冷 冷的時間更長 差不多九個月的時間 都在當天 雖然是氣候這麼壞 人家的國家 開始建設得非常好 他們靠他們的工業 農業更困難 因為氣候的關係 但是他們的國民所定 是台灣的很多倍 他們百老的人非常幸福 我住在水電十一年 感覺水電應該是我的第二個故鄉 現在我的孩子 都在水電 我是水電阿公 變水電阿公 所以說起來是豬米 我建築師 我一九九一年 回來台灣 但水電走到文國華 文國華就走到東京 拿簽證 回來台灣 我那時候拿的是水電阿公 我去請簽證的時候 他不知道我誰 因為水電阿公 沒寫中國日 所以他不知道我誰 他問我 你有機票嗎 我說沒有 他說沒有 他說你買機票來 我簽證就要給我 我簽證就要給我 簽證就要給我 簽證就要給我 回到水電阿公 結果呢 我回到土風機場的時候 就怪怪了 這個在過關的時候 我PASSPORT給他 他的電腦開始死了死了 就是說 欸 這個就是黑名堂 店廟做記憶 黑名堂 他怎麼知道黑名堂 你的生死理會不會改進 你的名字會改進 你生死理會不會改進 所以如果我同生死理會 不好意思 你換了黑名堂 他都給你做記憶 所以到土風機就倒掉了 他就叫他的上司來 頂冠籃 頂冠籃就叫鄭先生 我說他怎麼知道我鄭先生 他說 不好意思 我們這個行政舒服 錯了不好睡不對 我說錯不對 你們家的事情 我這個貨車真的不是假的 簽證你們回到我的 都假的 都真的 我要回來 他說 不行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把他董在外面 董三四點鐘 皮子呢 哇 五六的少年街我來 都穿在皮的夾克 我來就把他撈起來 我和他剛才母一寶寶書 他就把他押起來 喔 四季比較丟 天他就要把他押起來 我就跑去一個飛機的上面就給他彈起來 所以我和他把他送回去當中 娃娃長非常的熟悉 也非常的雄心 我離開台灣三十年 不要回來到台灣 第一次回來還會有公出 我一直起到 我說 這樣好 我還要用自己的辦法回來 所以我在六個月 一九九一年加月 那個公出 一九九一年六月 我就等途中娃娃長 就進來了 要怎麼進來 我拿百人的PASSPORT 我沒有董花民國的PASSPORT 我去找一個東鄉的PASSPORT 這本貨車要有技術 你來去找很久 找這個人和你差不多 新館 他的民鄉 差不多 他又輕人要找你 他不找你 你又沒辦法 他又要找你 所以我就拿他 他本來就等途中娃娃 沒什麼事了 好洗好洗 所以我這個工 開機就叫大會 說我回來了 你要怎麼做呢 我是說 我們是這個台灣 我們在這裡出事 台灣是我們的故鄉 我們當然有管理回來 這是我們的天生的管理 但是 國民黨的這個中華台北 他沒有給你管這個 他用國安法去扯 說我是頭肚立經 含中古人這些頭肚犬 頭肚立經 真正起訴 我是說起訴可能嫁 因為 真的有很多人拚回來 結果抓到 也是給他 五個月六個月 一顆罰金 結果我不是 要給他打一年 打一年那個時候 打一年 打兩年 怎麼說呢 你如果打兩年 去打一年 他就把你放出去 吃屎 你如果打一年 不好意思 你就要坐三八六十五天 還要把你放出去 我是說打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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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所以我回到台灣去打一年 關一年 在台灣關三個角 第一次撈去的時候 我在台北土生 現在阿邊關的地方 台北土生 台北土生我打一年 結果呢 他還找一個 犯人 破十幾年 讓我拐作會 我就跟他講他 我說 欸 你落井 可以辦嗎 親行跟中行 是分開關 不是南南作會 我說我這是一年 你來一間房間給我 我沒有其他人拐作會 他說不好意思 我們沒有房間 第二說 他說 你如果煮山 哇 他們就難處理了 我說我 離開台灣三十年 他拐都給台灣煮山 哪有那種理由 沒有這種理由 我說 不論如何 我沒辦法 別人怪我 我要一間房間 這樣 我沒辦法來幫他討論 說有啦有啦有房間 你要去嗎 我說就對了 哇 高雄願走 我說 他說 反正式機自由給你關 關於台北 關於高雄小工 我說好 我要來高雄願走 哇 就給我 轉去高雄願走 沒那麼久 我聽說台灣有所有外衣間 外衣間 什麼叫外衣間 加到無為窮 晚上 你的房間沒有幫你收 那不錯 還周休二日 禮拜 禮拜 還可以幫你放出去 你回去老老 禮拜 他再回來報道 我說 我感到不錯 我也來請他 他告訴我 他告訴我 你這個案件 要七三十九架 怎麼會幫你轉 不管 我來請看看 就對了 他的條件就是說 你的行李如果存一年以來 就是都有主機可以請他 所以我來請他 結果有轉 所以他再送去高雄願走 再送去台南關 山上鄉 還有一個外衣間 台灣有三間外衣間 一間在台南 一間在花蓮那邊 叫做住牆外衣間 還有一間像在武林 清清農場那邊 外衣間 哇 所在都不錯 空氣又讚了 外衣間在做什麼 外衣間的官的人 大家都分組 一組一組這樣 一組燒頭殼的 整理環境的 一組政材的 一組企業的 有的沒有幾大堆就對了 這個頂上 他看我治療 他知道 這個頭頭回來 台灣人頭頭回來的 他也台灣人 他知道 他說 我幫你 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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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潔 但是你不用去清潔 你現在 放風後 你下去那裡 一間阿寮 你去那裡外套 這樣 這樣不錯 所以一陣 放風兩次 災事業 無事 我下去阿寮 現在阿寮 沒有在養 一間阿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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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我便在那裡 偏偏偏 我的肚子 差不多 各位 還偏偏偏 這個肚子 差不多 四十幾百 一間阿寮 所以我 寂寞 出來的時候 我便在江 到那裡 面前 扮個尾殿 這樣 扮個尾殿 這樣 扮個尾殿 所以我 在台南 我想 台南 官的選舉 官長選舉 我也和你選擇 結果呢 平津東有四個好選人 一個是現任的立委 一個是現任的生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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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生態的教授 一個是關在內地的我 一個是關在內地的我 如果關在內地 你是要選什麼 你可能 拿名的 選到 可能要做好選人 可能困難 所以 我就利用 一早 拚起來 就去打電話 那時候 好選人 就要東玩倒票 我就打電話去追這東玩 來倒票 結果倒票的結果 死的人裡面 我當選 第一名 代表民進黨 要選這個台南館長 立法委員 第二名 丹東選第二名 結果呢 國民進黨 國民進黨 做腳踏 所以我們辦法就改了 就是說 你如果 負行 未完 必 你不可以定期做好選人 結果呢 我擦兩天 就期待了 所以不可以定期了 我是說 好 我就管理這邊 你算一個 算 不算不算 就算了 我就退算了 結果第二名 丹東選就起來 結果是 歌票 都算了 有這個故事 現在我會想說 來講一個小故事 這個故事是這個 宜郎的一個電影 有拍一個短片的電影 叫做 李嘉梨 上有五 他說 李嘉梨怎麼會變五 李嘉梨就是 怎麼會變五 他的這個電影的名字 就是李嘉梨就是五 電影開頭呢 就是一個老師在九星 歐邦的頂管 叫李嘉梨 上有五 會跟學生這樣好 很認真在吵 其中有一個 李嘉梨 他說李嘉梨 不是 是是 他要寫四 老師說不對 李嘉梨要寫五 這個學生 怎麼想不通 就不可能五 所以這個老師 給他很多 他的官班的動向 來給他使暗力 來給他為他 他說 就要李嘉梨 就是五 所以 有一天 這個老師 就叫這個學生 到五方的頭上 他就寫李嘉梨 上有什麼 這個孩子 他就偏偏 相信說李嘉梨就是死 他就寫死 他就是這樣 哇 這個老師也很生氣 這樣 所以有一天 這個學生 在五方的頭上 蜂擁 穿怕死 他要死的時候 他就要死 他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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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故事很簡單 但是呢 在我們生多麼 我們人人想 我就知道 誒 李嘉梨 頂 有很多事情都這樣 我們1945年交代席來捐領台灣的時候 他說中國共和大陸的共和台灣 現在李嘉莉頂有五個 他怎麼會共和台灣 台灣沒有共和 他是比民軍軍派來捐領台灣 不是共和台灣 這就是李嘉莉頂有五個 他給四九年交代席這個中國人 但中國走來台北日本的領土 他是流亡來台灣 他那時候就說要反共大陸 現在李嘉莉頂有五個 現在他不去反共大陸 現在大家都不去反共大陸 大家都走去大陸 李嘉莉頂有五個很多這些事情 但是最近我們想民進黨的 統統說台灣是一個主權 獨立的國家 現在是李嘉莉頂有五個 台灣還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還沒有主權 民進黨 民進黨在說中華民國頂有台灣 台灣頂有中華民國 現在李嘉莉頂有五個 中華民國絕對不是台灣 因為中華民國也沒有這個東西 他叫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並沒有擁有台灣的主權 你沒有主權的時候 你哪是頂有台灣 不是頂有台灣 所以我們人家應該想 就知道我們這個 酒酒的一些事情 李嘉莉頂有五個很多 所以我們就要認真去思考 認真去計算 不要人家說李嘉莉頂有五個 我們對人家說這樣 這樣不好 這樣不對 所以現在呢 就是說 我們在台灣 我們是誰 如果有人這樣問的時候 我們都 來再想一下 不知道要怎麼回答 你問美國人 你為什麼 他說我美國人 英國人說英國人 你問台灣人的時候 哇大阪還整個堆 有的人說我是台灣人 有的人說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所以我們自己不知道 我們是誰 所以現在就是說 台灣 有啦 古早 古早 我們知道 台南 安平的地方 有一些 荷蘭人 來占領安平的地方 在台南市 有一個 荷蘭人 建設的荷蘭人 建設的荷蘭人 荷蘭人建設這個已經消去 還要去 不是荷蘭人 原來 荷蘭里 不是 但是 就是說台灣 我們在南部 南部 這面 南部 湷蘭人 我們可能都要去 摩山 摩山是西班牙的人 來占領台灣的北部 后来 荷兰人打去台北那边 中西班牙的人搬出去 后来 我们也知道电信公 他明条的电信公 早来陪我 后来公立台湾 打他们荷兰人 也在中荷兰人搬出去 所以电信公 还占领台湾 后来电信公 在台湾的时间底 让这些荷兰人清条 荷兰打败 所以清条 但当时开始就是占领台湾 但是他占的台湾 只有台湾的台湾 台湾的西部 台湾根本没怎么管 所以清条是占领台湾差不多一半而已 所以在1995年 清条是清国跟日本有一个战争 就是日清战争 日本跟清条的战争 清条的战牌 我们都知道 一个战争要开始国到国 要战争就要选战 国对国选战 那战争要结束呢 就是要簽一个河兵教育 所以日清战争 结束一百九五年 日本跟清条 日本跟清条有簽一个战争 中国这边叫做马冠条争 日本叫做野冠条争 这个簽字就是清条奉帝 跟日本奉帝簽字 所以在1995年开始 台湾称帝簽 清条 战争给日本 战争 那战争呢 它从台湾称分的租款 战争给日本 所以在1995年开始 日本就是拥有台湾和佩合 这个马冠条争里面 其中有两年的时间 有点在台湾 这些台湾人来决定 你是要做日本人 还是要做中国人 你如果要做中国人 你可以在台湾 将你的不同散 你的财产 搬回中国 所以这两年的中间 台湾有差不多五千 这些中国人 搬回台湾 接受留在台湾 就是这个日本的这个人 所以1995年开始 咱就是日本通敌 日本人 虽然那些东西 日本有差别的台湾 台湾人搬回家 日本人搬回家 不同 有差别的台湾 但是呢 日本经营台湾 是以自己国家的一部分 来经营台湾 让台湾人变成了一个现代湾 一个地方 我们的卫星 我们的医疗 我们的火灯 铁路 顶顶 都是日本时代的建设 我们甚至到现在 还可以看到 日本时代的这些建设物 哇 还非常非常用 让国民党听完之后 有一点 还流 这就是一个历史的建设 但是日本 通敌台湾 到194年 有一个叫做太平洋战争 这大家都知道 太平洋战争就是日本 公立在中国 日本公立在南部 甚至于日本去奉扎金主港 所以美国呢 向日本选前 但是那个时候开始呢 194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年 台湾也是日本的领土 战争开始的时候 哇 很多台湾人也是定调 但是不是去做日本军 而是去做军夫 因为那些东西 194年 台湾人 还不是真的立在日本的领土 变成日本的领土一部分 所以我们不能做日本兵 我们做军夫 所以那时候我们也知道 我们的戈山族 有这个戈山志愿军 他名字叫做志愿 就是说 不是日本政府给你定调来做军 是你志愿 有志愿与佣军 很多这个军夫 一直到1945年四月前 日本台湾人 日本台湾发了一个教书 教书说 在1945年五的四月前开始 条先人 台湾人 可以 立在日本的兵法里面 可以参加日本的议会 参加日本的政典 所以到那时候开始 1945年四月前一 台湾人变成真正的日本人 台湾人变成日本领土的一部分 所以那时候开始 台湾人可以做日本兵 所以很多台湾人计划 国家被丁掉去做日本军 派到南苗族前 他那时候有两三万 但是结果 战争后 都来台湾 没几个人 台湾都在南苗过心 我们知道阿公 是虎螺絲嘛 因为元祖堂的威力非常厉害 一条元祖堂 持来的 整个的道具都熟掉 不仅间调不熟掉 蓝也熟掉 所以日本天皇宁明 这样 犀牲最大 占不贏 所以这个圣灵说 他要无条件 接受导航 所以在1950年 日本就接受导航 美国叛阳日本 所以美国跟连军的通帅 就是Makasa Makasa第一合命令 就是击派 交界设 来代表明军 来台湾接受日本军的导航 他不是叫他来说给台湾 他是来代表明军 接受日本兵的导航 明军是这样 所以在那开始 1915年 中国的这个中国解释 开始占领台湾 他是代理占领 因为太平洋战争这个战区非常大 日本 南苗 南苗 日本 印尼 南这边都是战区 所以不可能 美国统统统统 所以美国就要分配 日本 日本 琉球 分配给美国占领 苏联也是分配占领中国的担保 中国开始分配占领台湾 因为这样 所以中国人开始占领台湾 1945年 1945年 我们知道 中华民国在1945年 还存在 但是战争后 他当然是很高兴 他说他战争 战争国 但是中国在这里开始来战 共产党和国民党开始打起来 共产党就是他有结尾 这个战争结束后 共产党就快去接受这些日本军 在中国这些武器 所以接受很多武器 他打国民党 国民党在1945年开始 就在书 在乘搭 到1949年 他来走路 所以1949年 中间社会 一些军队 一些国务灵丸 就搭搭 说是搭搭 其实是流亡来台湾台北 那当时的社会 社会的军队 是中国人 一直是中国这个国家 走来日本 领土 台北 这就是很标准的流亡 但一个国家 走去另外一个国家 这就是流亡 流亡又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流亡之后 他想要回到原来的国家 反共材料 要回到原来的国家 这也是流亡的定义的一种 所以1949年 就是流亡来台湾 所以中国跟台湾交叉的地方 就是1949年 他占领台湾 1949年 中国流亡来台北 我们知道流亡政府在国家上的名称 叫做中华台北 他不是叫做中华民国 他叫做中华台北 所以最近帮球比赛 电视都说中华队的中华队 他叫做中华队 他是中国台北的队 他的飞参也是整个人的口 他不是中华队 他是中国台北的 中华台北的都是正向 管中华队 中华队 彩虾队是在发送的 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流亡一国家的名称在国际上就是这样 中华台北 离出世界台前 中国公立在芭蕾的时候 法国芭蕾政府 也是流亡去伦敦 当时的名称也是叫做French London 法国伦敦 法国政府流亡去伦敦 国际上的名字就是这样说 所以中华民国这个东西没有 它叫做中华台北 所以台湾就是历史一直延遍至1949年后 这个流亡在台北的中华台北来继续通帝 一直到现在 离空空六年 我们任志生先生的政策一些人 去告美国政府 这个台湾人 这群台湾人 告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是世界最强的一个国家 你敢去告美国政府 台湾人 敢告会成 结果有成立 真正告美国政府 告美国政府 这个你来请美国律师 美国律师 拿美金 他不想去拿台北 你如果没有上当的巴黄 你敢敢去告一个公共的政府 所以这个歌手是禁锢什么呢 禁锢古金山合幼 古金山合幼就是1955年 日本到48的国家 就有参加太平洋战争的国家 所签的离 禁锢古金山合幼 就说 日本 从台湾和平洋放弃 放弃什么 放弃主管的管理 他不是放弃主管 他是主管管理的放弃 他放弃 他放弃对台湾和平洋的管理 主管没放弃 所以 这个古金山合幼 也说 美国 就是 太平洋战争里面 主要占领旷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主要占领旷 他占领台湾和平洋 禁锢 这点 提出高手 美国 如果是主要占领旷 美国对台湾 本土的台湾人 有義務 来保护台湾人 在本土的台湾人 应该接受美国 憲法的保护 包括基本人款 这个自由流行迁锡的自由 你就要发护 本土的台湾人 流行政策 这是我们 基本的管理 因为 政府说得很清楚 你是主要占领旷 中国 经过这点去搞 结果 经过三年的时间 美国最高的 有一个胖管 下来 胖管 下来 简单 有三点 要有点 第一 就是说 你台湾六十几年来 这台湾人生化 在政治联合里面 六十几年来 台湾没有一个 一直被省省的政府 这个政府 有的不想省省 台湾六十几年来 国际地位 一直都没有确定 这个美国最高的胖管 就跟我们说得很清楚 台湾的国际地位 没有确定 我们这个政府 也没有一直跟你 说得很清楚 但是 这个胖管 说 什么人对台湾 可以行使出款 这是政治问题 不是司法问题 所以超过司法年 超过法年 的这个范围 所以没有办法做决定 经过这个理由 他将这个案件 就格子了 这个案件 到那儿 stop了 就没有了 所以 我是说 林志生申申申申申 这个教授 并不是教授 他就是基村 台湾地位 这个政客的一条路 所以并没有教授 就是打扁的手 这个教授 我相信 将来台湾的力量 应该会记载 这个东西 现在 我们说 中华民国 到底是 什么外国 是中华民国 还是中华台湾 还是中华 什么经济 什么办事 还是什么 我的名字开大堆 我也没想念那么多 中华民国 我们知道 一九一二年 这个孙中山 却是这样说 说他圆桌 青条 打桌青条 成立中华民国 这是一九一二年 所以一九一二年 中华民国是一年 公元和中华民国 没差十一年 各位 刚才 中华民国 等会儿 不知道 中华民国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就要用公元 现在是公元 二公一三年 不是民国一百公里 那是二到五到五 二到二到五 不是中华民国没有一百公里 一二年 这个东西 所以 中华民国一九一二年 成立 成立 他变成一个国家 这个青条 也让中华民国消费了 没了 但是呢 一九一二年的中华民国 来到太平洋战争的时候 他也是亡个中华民国 一九十五年 中华民国在这个战争里贏了 但是贏了 没了 就来前开始了 中华民国 共産党打国民党 所以一九四九年 共産党打贏 中华民国打书 打书要哪 打书你就买不买 孙中山打贏 清条 清条买不买 民条 清条打倒 民条买不买 不是这样 所以一九四九年 中华民国 中华民民共和国打书 买不买 是呀 所以中华民国一九四九年 是呀 买不买 买不买了呢 他刚刚因为国际冷战 主本主义 对抗共産主义 所以美国不得不买这个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逼买不买这些人 他带来台北 所以 中华民国在台北 又挖起来了 中华民国在一九五九年 一九四九年 中华社是在书 中华民国那儿 他不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也不是国民党总裁 但是他溜帮台北的第一年 就是他叫五五年 他说他要重新党 赴行弋事事 我们律师都有纱条 什么叫做负行弋事事 他就是要重新党 中华民国总统 总统要重新党 他都在决定 他要重新党 他做總統 他利用國民台會的老伯 拿手、打帽、統帝 他做中華民國的總統 但是各位我們想 比如說有一間公司在中國 成立 公司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這個公司的黨事長叫中華改修 這間公司在一九四九年 全部破散了 改善也沒了 但是結一年 一九五空年 有這間公司的名字也叫中華民國 他的黨事長叫中華改修 在台北成立 這兩間公司 各位想說有收工嗎 這個是中國成立的公司 這個是日本領土成立的公司 他叫五空年 台灣是日本的領土 不一樣的地方 雖然名字是同 黨事長是同 這兩間公司 不一樣 不一樣公司 雖然不一樣公司的時候 各位想說 中華民國 一九四九年就不會忘了 哪有中華民國一百空二年 是怎麼算的 一九四九到一九五空 這個中間回去 沒有了 一九五空年開始 這個中華民國 不是在中國那個中華民國 所以各位要清楚 這個 所謂民國一百空二年 這是二家二領土 沒有這個東西 我們還要知道 一個國家 只有一個中央政府 一個國家不可能有兩個中央政府 兩個中央政府是怎麼抵立一個國家 所以我們知道 一九四九年以前 到一九一二年的中華民國 他是一個國家 他的中央政府在南京 這是政客 但是一九四九年開始 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他的中央政府在北京 他沒有兩個中央政府 他叫四九年以前的中央政府 就是中華民國 另外一個共產黨的政府 那是什麼 那就是叛亂政府 他碰亂 所以是碰亂政府 一個中央政府 所以一個國家有兩個政府 就是說一個人的一個嫁 一個是要召喚的 一九四九年 這個中央政府 在北京 這是共產黨這個政府 另外這個政府 走路來台北這個中華民國 就是叛亂政府 他是流亡的政府 這個團體 所以一個國家 只有一個中央政府 所以很清楚 一九四九年以後 這個中華民國 他就是中華台北 他流亡來台北這個地方 但是歷史呢 是動態 歷史是在變動的 歷史不是停在那裡 一九四九年這個中華民國呢 一九四九年 一直到二九九半年 他雖然流亡來台北 但是二九九半年呢 他跟中國的中央政府呢 有簽一個合用 就是說要参通 参通的意思就是說 他可以回到中國 他不再責喚 他不再流亡 所以離空空半年開始 所有這個中華台北 他的流亡的性質 也結束了 他就不要流亡 他就可以回去了 所以他流亡的性質也沒有去 所以他現在呢 中華台北變成什麼 他不是流亡政府 不合法 點在台灣的一個政府 這就是所有的中華台北 所以 到現在我們就很清楚 台灣跟中華民國 有高車的地方 平行發電的地方 我們知道中華民國的性質是什麼 他不是一個國家 美國呢 還一直在說 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家 中華民國不是一個主權 獨立的國家 他沒有享有這個主權的獨立 台灣呢 台灣也不是 還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的國際地位 要再進一步去改館 我們知道台灣的這個名文 跟這個中美洲 這個古巴和普多利古很相同 我們知道 古巴、普多利古 在15世紀的時候 也是荷蘭人 占領 變成荷蘭市民 不是荷蘭 西班牙的市民地 所以在1900年 美國跟西班牙有一個戰爭 西班牙怕輸 所以怕輸 這個戰爭要結束呢 就要一個和平條約 這個和平條約 在法國巴雷簽的 也叫做巴雷條和約 這個和約裡面怎麼說呢 這和約說 西班牙管流 Puerto Rico 管流 管流 菲律賓 管流 管流 管就是管道 管流管 管流 給美國 這聲音清楚 但是呢 西班牙 放棄 古巴 含這個馬國條約說 科程 日本放棄 台灣很加強 不講 要放棄給誰 但是這個 這個 西班牙 美國這個伯磊 合約也是這樣說 你說西班牙 Von起古巴 不講 要放棄給誰 但是呢 它有說呢 西班牙 From古巴 鐵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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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騰 美國就開始堕尿 有指定的 所以世伯把我抵抵後 美國就占了郭巴 所以占了郭巴後 美國幫助郭巴在1920年 讓郭巴變成一個獨立的國家 我們知道這個太平洋戰爭後 美國占了日本跟琉球 所以美國也最後將琉球規範回日本 美國占了菲律賓 美國也是讓菲律賓變成一個獨立的國家 就是單單我們台灣 雖然是古今法後要說 它是主要占了香港 但是呢 它不想上黨 它只要維持現狀 還不想跟你說 它對台灣到底有什麼關係 還沒有什麼關係 它漸漸沒話說 漸漸沒話說 對美國有好處 現在中華台北 用我們的稅金 每年都向美國賣武器 賣武器不是說幾千萬美金 會算雕的 算雕的美金 這賣錢 對美國有好處 所以美國沒有改變 美國繼續這樣下去就好 你們台灣人都慢慢乖乖 這樣好洗好洗就好了 所以好洗好洗是好洗 但是我們沒有好洗 我們在國際上 我們沒有一個國家 我們沒有一個佛教 我們沒有一個鑽炎 我們出國的時候 拿到那本車那邊 那在國際上也沒有人生意 你拿那本 要過關的時候 我們再給你看幾乎 不知道這是什麼 中華民國就沒有這個國家 是中華民國 所以你如果出國拿那本車的佛教 抱歉 你可能走不通 因為上面沒有台灣 新的佛教上面有時候台灣 他看得到台灣 因為台灣在國際上 也叫做台灣是一個 一個獨立關稅区 是一個比占領的区域 叫做關稅区 關稅区裡面 他就可以通行 這樣 你如果負責只有寫中華民國 抱歉 不可以過 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是說 在台灣 我們的台灣人要要求 台灣問題的改革 美國人要求 我們要求 我們要求 四五千人 美國沒有要求 你如果有四五萬人 四五十萬人 聽出來 美國要聽這個聲音 台灣問題要改革 美國國會要上檔 美國國會如果沒有上檔的時候 美國總統 他可以不做 國會就沒有了 沒有什麼安靜通過 他不一定要接行 所以就是說 我們的人要坐 各位很辛苦 來這裡三天 回去 不要點點不出聲 回去也是要說 我們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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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媳婦 要跟他說 台灣這問題 中華民國是什麼東西 台灣為什麼 走到現在 他的國際地位是怎樣 我們現在淘寶 有很多的了解 有很多的了解 有很多人知道 有很多人參加 這個民進府如果担起來 美國就會重視 台灣人的一些管理 台灣人的管理 所以 我留三分鐘的時間 各位如果有什麼問題 要拿出來分享 這個時候 三分鐘的時間 各位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提早三分鐘吃飯 這樣好不好 好 感謝各位 感謝 各位請起立 驚歷 老家吃中心